在过去的影片里 我很常提到马来西亚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 但很多留言就会表示 绝望 没救 腐败 而今天我想要给你们分享一个 或许可以让马来西亚变得更好的办法 就是 示威 哇哇哇 今天这个主题呢非常的可怕 我竟然要聊关于示威这个主题 但是大家 其实我对于这个东西呢根本不是什么样的专业 我只是一个影片创作者想要分享我自己的想法给大家知道而已 我不是大包子也不是新闻包包看 没有没有只是分享想法而已 哇先打一防针不然的话下面一定会有很多人骂死我 我觉得我以前对于示威这件事情就觉得是一个很危险 然后好像很叛逆的一个行为哦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下上其实我在台湾呢感受到民主自由 然后他们一直会为了很多事情发出声音 我就觉得 其实有时候 不是每一次 就是什么事情都发出声音真的是蛮麻烦的 但是如果大部分对于某件事情 尤其是政府感到不满的时候呢 我觉得真的真的要发出声音 因为唯有发出声音呢政府才有可能被施压 并且做点改变 示威这个字的念法有错吗 示威 示 示 示威 示威 示威在字典上的意思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威力 表示抗议或有所要求而公开采取集体运动 诶 行动 这个是字典解释示威的意思哦 其实也蛮和谐的嘛 听起来就是一个发出声音的一件事情 其实像马来西亚或台湾民主国家呢 最理想可以改变国家的方法呢 就是投票 人民投出大家心目中最好的领导者 领袖首相 但是很可惜是事情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不然就不会有示威这件事情出现了 因为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政府里面就会有一些黑箱作业或者是探物的事情发生 导致到人民投出的东西呢好像也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这时候呢就是会有示威这件事情出现了 就好像马来西亚比较有名的就是Bressay 示威那么的累要在太阳底下大喊大叫而且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为什么要示威呢 通常会走到示威这一条轮呢 应该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最后的方法就是示威 通常会觉得示威这件事情很不对 是因为立场跟示威者不一样吧 你才会觉得说示威者很错很错 很错很错 是什么东西 你才会觉得示威者做的这个行为很不好 还有一些没有太多想法的人呢 会觉得他们这样子做会阻碍交通 经济下滑 浪费社会资源 甚至如果示威有时候比较严重到有暴动的行为呢 就会觉得Oh my God 示威者在干嘛不能好好的待在家里安静一点吗 你这样子做搞到我们所有人都很不安全 哎呀喂啊你干嘛要示威啊 如果可以不要示威当然不要示威最好 毕竟示威是一个蛮危险的举动 其实不对啊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和平示威啊 因为 示威本身它就是一个发出声音给更多人知道你的想法 但是用一个比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因为根本没有人听到你的声音 所以导致你要用示威的这个方法来让更多人听到你的声音 或甚至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 然后希望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示威者觉得不好的事情 对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支持和平的示威 像是过去历史上有非常多的示威 像是不要有种族歧视 不要有性别歧视 或甚至不要有世界大战 还有各种各样的示威 都是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 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有一大群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然后希望可以改变这个现状 然后是一个很漫长的一条路 然后也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 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是蛮感动的 什么事情 Oh my god 有很多的留言 很多Uncle Unty留言 说我教坏他们的小朋友 说什么示威示好的会教坏他们 导致他们去这个危险的示威活动 Oh my god 很多Uncle Unty留言 这里我想要跟所有想要去示威的弟弟妹妹们 没有 不是弟弟妹妹们 我也没有多了 如果你们的家人不让你们去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去好了 或者是让他们很放心 你才去 不要让你家人担心 毕竟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原本很和平的示威 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变成暴动 到最后可以甚至变成屠杀 Oh my god 这是我们都不要的 不要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让你家人担心 还有Uncle Unty们 如果你们的孩子真的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去多了解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他们想去做这件事情 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也是蛮伟大 你知道吗 因为你也想出一份力 然后来改变这一个现象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孩子去了 只是想为了IG打卡拍照然后想要炫耀给朋友知道的话 那就要不要去 不要不要 不要去很危险 有很多的家长应该都会跟他们的小朋友说 哎呀不要给包啊 你改变不了什么东西的啦 不要去啦 我们去了又能怎么样 真的去了可能 真的不能怎么样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你真的很想要改变的话 人民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越多人能改变的机会会越大 因为代表非常庞大的人在这个集会的时候呢 其实政府会有感受到一点施压的你知道 刚刚我说的和平示威很好 然后发出声音给政府施压 这个是很棒的行为 的前提都是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但是前阵子其实也蛮久之前的了 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吧 马来西亚在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 还有大概两三百人吗 是吗 去示威 此时警方除了再次要求集会者保持人身距离 也开始和缓的要求集会者就地解分 导致到网路好像有两极话的评论出现 有人就会觉得说他们很伟大 在那么危险的还愿意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已经疫情那么严重了 你还在被人挤人去思维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才导致到疫情爆发的 就是有两极话的言论 马来西亚这个状况有点小 尴尬 就是我们到底要等到疫情结束了 然后再修理这个奇怪的政府 还是我们现在就是要好好的修理一番了 但是如果政府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疫情搞好的话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好好修理这个 做事的政府啊 Oh my god 个人还是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 好像 只有 四位 尝试的把政府换掉 希望下一个政府可以好好的把马来西亚的疫情控制好 这个选择好像比较好 你知道毕竟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已经给政府一年半的机会了 而且最近的几个月真的是非常的凌乱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 那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们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在民主国家我相信人民才是老板 政府其实是帮人民做事情 我们花钱 请政府来管好这个土地 所以今天我们的员工做事做不好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吵一下哈 对不对 但 在马来西亚好像真的比较难 尤其还是有很多种族的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我来讲话的话 他们就会说因为我是华人 他们是马来人 那就会有种族问题 发现 算了算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去世卫的人也只是想要利用世卫 对这一个平台来 抒发自己的声音而已 虽然我是不太了解 西方国家对于 不想戴口罩这件事情 思维 但至少我可以从他们的思维看到 原来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 戴口罩是正确的行为 那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如果有一个思维 你看到了非常的不理解的话 那至少你能理解一个点是 原来有那么小部分的人 或者是 几%的人 是这样子有跟你不一样的价值 就是不要去用 太不理性的言论去做回应 我们理性的分享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毕竟每一个人本来就有各自不一样的想法 你不理解他们的想法 他们也不理解你的想法 我觉得这就是四位漂亮的地方 不一样人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影片最后结束前呢 我想要跟你们聊 另外一个很小的topic 但就是小小碰到就好了 就是关于游行这件事情 不是那个迪士尼游行 我指的是像是同制游行的这件事情 我开始在做功课的时候呢 我有在想同制游行跟思维 它其实有一点点 类似的情况 都是在表达自己的一种方法 而我觉得台湾可以成功 同制婚姻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游行这件事情应该也帮助蛮大的吧 好像也游行的非常多年才有这一天的到来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不要把我所说的东西看的那么重 我真的只是分享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出去而已 那有任何东西想要给我分享 或跟我交流的话 那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追踪我的IG可以私密我啦 好那先这样子 那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等一下 影片结束之前 跟你们分享一下 最近马来西亚的大新闻 前两天马来西亚的首相就宣布说 他不会辞职 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 他辞职的话就没有人担任这个首相的位置 就会很乱 今天好像说总备要辞职了 OMG真的是非常的乱 马来西亚的政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怎么样都好 可以让马来西亚的疫情好转 我觉得这个是首选OK FIRST PRIORITY CKID的话就让他当首相OK 不知道明天他会不会说 不会辞职不会辞职 OMG真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欸咻